51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 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在国际上代表 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的一些势力在散布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为解决台地位的谬论 企图驻台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 班人对此有何彼此 1971年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第2758号决议 该决议不仅明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 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还要求将台湾当局代表 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决议通过后 美国等少数国家为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而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 称为废纸一张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仅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 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彻底封堵了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势力 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空间 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 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51年来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的建交国由60多个增加到180亿个 这充分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大义 人心所向 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近年来 美方一些势力 不以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 散布2758号决议 为解决台湾地位的谬论 炒作所为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 试图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给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注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抵制和反对 也注定会在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面前 折戟沉沙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 滚滚向前 中国完全统一 一定能够实现 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胜利闭幕 请问二十大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何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一次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 团结奋进的大会 在外交工作方面 大会高举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推动固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 为新城城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汇就了红尾蓝图 指明了前进方向 大会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致力于推动固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坚持在和平共处无相原则基础上 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大会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等内容写入党章 这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过去十年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 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霸凌行径 我们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 赢得广泛国际赞养 中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力 显著提升 党的二十大 必将引领新时代中国外交阔布前行 外交战线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贡献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 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中方对发展中英关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维护和发展好双边关系 是中英双方的共同责任 符合两个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希望图英方在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推动中英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The U.S. Attorney General Merrick Garland said yesterday that China has repeatedly sent spies to interfere with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individ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to undermine the judicial system there Do you have any response to this criticism? 我不了解有关案件的具体情况 我想强调 中方一贯要求中国公民 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 美国制法部门一些人 抱持冷战联合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一再捏造各种借口和谎言 污蔑抹黑中方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公然为中方逃犯提供庇护 阻扰破坏中国追逃追赃努力 让美国沦为了腐败分子 和不法之徒的避风港 美方所作所为 站在了正义和法治的对比面 破坏了中美执法合作的基础 也损害了美方自身形象 我们敦促美方这些人改弦更张 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攻击 中方将继续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今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 多国领导人呼吁西方尽快解除 对津巴布围非法制裁 10月25日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确立的反制裁日 多个非洲国家再次发声 呼吁解除对津巴布围制裁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019年第39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 将10月25日确定为反制裁日 呼吁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和组织 解除对津巴布围的非法制裁 今天是第四个反制裁日 我们注意到多个非洲国家再次发出争议呼声 中方对此表示支持 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的制裁行为 严重侵犯了津巴布围的国家主权 损害了津巴布围人民的发展权力 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今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 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公开发声 要求有关国家纠正错误行为 反映出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和正义所在 中方坚定支持津巴布围反对外部干涉 走自主发展道路 我们再次郑重呼吁美国等个别国家和组织 尽快解除对津巴布围的非法制裁 以实际行动弥补其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不要再站在国际公平正义的对立面